下面这一大自然段 所谓治果必先七七家者 你要想把果治好必先治好家 这个我们在讲大学第一节的时候 专门梳理果概念 就是大学中的家果天下这几个概念 跟咱们今天是不一样的 这几个词 大学里面这个家 它应该不是指家庭 那个士大夫之家 那是指他的才艺 是一个小的社会单位 即使理解成亲属关系的话 也得理解成一个家族 因为古代那种家庭节奏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第一次课讲过 那么它这个果是一种地方行政建制 相当于今天省县这种东西 它不是指我们今天说的那个国家 它天下这个概念才是我们今天说的国家 所以巴木的后三个 其家至果平天下 这个家果天下都是有特殊内涵的 但家和果 都是指一种社会单位 虽然它内涵上不一致 但是都是指社会单位 有大有小而已 家小一些 果大一些 先要管好家这个小单位 你才能治理好果这个大单位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这是修身的三个成效 三个效果 只有个人修养上去了 修行做到了 才能齐家至我平天下 而且 个人的修为 它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你也需要在齐家至果 平天下这个实践当中 我们不断去进行反思 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和提升 齐家至果平天下 既是修身的一个效果的体现 既是修身要达到的目的和境界 同时也是修身的方法 在齐家至果平天下的过程当中 去提高个人的修行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这个谈修行 谈修身 独自一个人脱离人类社会 那是修不出来的 所以在齐家至果平天下的 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去完善自我 提升自我 要从这个角度 去理解拔木的后三木 就是后三木 即使修身的一个结果 是修身要达到的效果 同时也是修身的一个境界 层次方法 通过齐家至果平天下去修身 所以 家庭关系的搞的烂马戏糟 个人事业一塌糊涂 你光谈你修到什么境界了 那是都是骗人的 你说你修到这个境界得在实际的这个效果上体现出来 也许这就是这个儒家不讲这个概念 但这个概念好像是佛家更常用一些叫修正 你修到一定程度之后 他得有证据 你说你修到这个境界了 什么能证明呢 这叫修正 你说你现在修到阿罗汉境的呀 我已经成佛了 那你什么能证明你成佛了 你天眼开没开 对吧 这这叫修正 修正 你得修到那个修到一定境界之后会出现一些现象 证明你修到那个境界了 实际我们要引用佛家这个概念的话 那么修身 齐家至果平天下就是修身的一个证据 你修身达到不同的高度之后 才能达到齐家至果平天下 所以你第一步成功 你先齐家 这说明你修到这个境界了 下一步你能做到至果 那你修行又提高一个境界 最后达到平天下 那你又达到另一个境界 这也是儒家追求的 所以儒家的这个修行最后有一句话 这个是儒家用的概念了 这个儒家特有的概念 叫内圣外王 什么证明你内心已经修到圣人的境界了 你证心 诚意证心修心 你修到圣人的境界了 那么他外在的证明 你得能够 王天下 实际这个字我觉得应该读四声读旺 旺就是称王于天下 把天下治理好 这是孟子的那个思想里面一个最高的追求 人者无敌最后达到 治好天下 这叫旺 说你内心当中修到圣人那个境界 他外在的体现就是你得能够把国家治好 那么反过来你要不能把国家管理好 说明你的修行就没有达到圣人的一个境界 所以它是一个套用佛家的话来讲是一个修正 齐家治果平天下既是修行带来的成效 带来的结果 同时也是修行的方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提升自己 好 好 感谢观看